虽然Orderly和LogX这两个项目的空头肯定是看交易量来发空头的 但是Orderly用到的技术触及到好几个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项目 有空头的机会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Trend的节目 我是CH 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稳定币挖矿的神矿 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交易挖矿埋伏空头的策略 通过这个策略我们在正常进行合约交易的过程当中 能够拿到好几个项目的名牌空头代币 而且会交互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潜力项目 可能也会在后期带来不小的空头回报 所以如果你是交易员 这期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你可以进行交易挖矿 如果你不是交易员 也希望你可以花点时间走完我待会介绍的几个项目 这可以帮你打造一个精品号的钱包 可能会有回报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点赞留言打开小铃铛 万分感谢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今天的视频会介绍到好几个项目 但整体上都是围绕Oderly Network来进行展开 该项目在过去获得的融资情况还是不错的 曾经拿到2000万美金的融资 投资阵容当中有Forsight Venture 7S 还有DragonFly这些比较顶级的投资机构的支持 虽然距离上一次的融资信息过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但据我们了解 这个项目方最近的动作频频并没有摆烂 持续交付的成绩单还不错 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推出了空头积分的活动 我们可以参与 过去几个月我个人部分的交易挖矿仓位 放在一直很看好的hyper liquid当中 从他们很早期 TalkChain就开始介绍了 也提了很多次其中的机会 5月上旋的时候 这个项目的交易挖矿应该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也是时候要找新的标的 来进行下一波的交易挖矿了 一般上这种交易挖矿的活动 最优进入的时间是早期的时候 当各个大V还没有摇人来参加的时候 我们普通用户可以用相对低的交易量 拿到相对多的空头代币 这期视频介绍的orderly项目 是在4月份上旋的时候 宣布空头积分的活动 具体的其实日期还没有说 但现在大概率还在很早期的阶段 每7天会分配一次分数 算一个纪元 目前在第4个纪元 很有机会 每一周会分配200万的分数 目前排名第一的用户分数 只有60万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去参与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可以进行弯道超车 成为排名前几的空头大户 从日均交易量上 我们也可以大致判断 这个交易挖矿的活动 还不是特别卷 orderly最近几天的交易量 大概是3亿美金左右 而刚刚提到的这个hyper liquid 从链上数据可以看得到 最近几天的交易量 大概是在10多亿美金左右 所以两者相差了3到4倍 当然当然啦 这个orderly的交易量 也谈不上特别的低 至少每一天 还有3亿美金左右 如果真的太低的话 反而体现出它的 基本面不是特别好 但至少从现在 两个项目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到 hyper liquid跟orderly之间呢 orderly是没有这么卷的 大概有3到4倍的程度 正式告诉大家 具体交易挖矿的方法之前 请容许我们先来 全面了解orderly这个项目 我们talkchain很欣赏的一位投资人 Dovi Wang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orderly给出超高的评价 表示orderly是能够改变 现有赛道格局 游戏规则的项目 他个人也是orderly 首批投资人之一 目前知名的交易所GMS 也是他很早期发现的保障项目 他个人对整个衍生品赛道的 敏锐度非常非常的强 之所以Dovi Wang 如此评价orderly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项目 它不是一般的合约交易所 它更像是一个合约交易所的 服务提供商 orderly有一个生态 这几家交易所都在使用orderly的服务 orderly则负责给他们提供 统一的订单簿和流动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供联兴起 有越来越多的合约交易所出现 本质上其实是分散了流动性 这会让用户的交易体验 变得不是特别好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统一流动性 而orderly就专门负责这个业务 他们和Layer0合作 做了一个全链的流动性程 不同供链上的交易所 都可以共用一个流动性的池子 目前已经支持 Arbitrum, Optimism, Bass, Polygon等等的供链了 为了实现这个统一流动性的功能 他们借用了Celestia和OPState的服务 做了一条链 这条链负责存储数据 比如Arbitrum上有一个交易员做多 Bass上面有一个交易员做空 都会同时记录在orderly的这条链上面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订单簿 一个记录账本的簿子 这条orderly创建的公链 并没有真正去存储资产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的流动性资产LP 依旧存储在不同的公链之上 官方的文件列出了金库的地址 大家可以去到Debian上查看 可以看得到资产在不同公链的情况 简单来说 orderly扮演传统金融当中 类似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角色 就是CME的角色 主要负责流动性和各个交易所的 结算清算问题 旗下会有好几个经销商 也就是交易所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broker 在一笔简单的交易当中 例如银行A欠银行B100美金 银行B欠银行A50美金 在没有交叉结算的情况之下 这两笔付款将分别发生 这不仅会导致效率低下 而且成本很高 所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就负责做这一种结算的任务 银行A欠银行B100美金 银行B欠银行A50 所以我们就互相抵消 只需要有一笔交易就可以了 就是银行A给银行B剩下的50美金就可以了 orderly的存在极其的类似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在传统金融当中的角色 它负责给不同公链的不同交易所 统一的流动性 而且统一进行结算 免去很多跨链的难题 和风险 我觉得我说起来很像有点绕 不确定说清楚了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一些反馈 我好进步 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 也可以进入我们disco群组当中 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orderly的基本情况就说完了 它是一个给衍生品交易市场 提供统一订单部流动性的项目 用它们流动性的交易所 就是orderly的生态项目 如果我们要交互orderly 要赚取现在的积分奖励 也必须选择其中一个交易所来使用 相当于orderly是一个后端的产品 我们要体验它 就一定要选择一个前端 目前有好几家交易所 都和orderly展开合作了 主要且大家比较熟悉的 应该是这两个 WuFi还有LogX这两家交易所 WuFi已经发币了 但是LogX还没有发币 并且现在也在进行 最后一段时间的空头活动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一边交易 一边赚取多一个空头代币的话 可能LogX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在上面做合约交易 可以同时拿到 orderly和LogX两个项目的空头 一键双雕 并且LogX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拿到610万美金的融资 在总资轮的时候 背后的机构还不错 有Coinbase红山资本等等 所以同时拿多一份LogX的空头 应该会很舒服 这里提醒一下 LogX交易所有两套机制 在同时运行 之前它们是AMM的模式 类似GMS的那种机制 如果你们在LogX交易所上面选择LogX OG的版本 会发现到 这个版本的LogX只可以交易2到3个代币 而这个版本会在8条公链上面去运作 另外一套机制是LogX Pro的版本 这套机制采用的是orderbook订单簿的模式 我们点击Pro的按钮 就会跳转到完全不一样的界面 这套机制它就是使用orderly的服务 在Arbitrum和Optimism两条公链上面可以去使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借由LogX去交互到orderly 记得一定要选择LogX Pro的版本 只有使用这个订单簿的版本 我们才可以去交互到orderly的项目 听起来 是不是感觉LogX完全碾牙无法 因为它可以获得两个空头一键双雕 其实也不必然 无法相比LogX在兼容orderly上面做得更加好 两个团队应该关系很紧密 在Ufi上面你可以从四条公链当中来进行交易 除了刚刚提到的Arbitrum和OP之外 在Polygon和Best上面 你都可以通过Ufi来交互到orderly的协议 如果你本身有资金在Polygon 或者你想要培养自己Best钱包的精品号 你可以在Best上面用Ufi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策略也很不错 毕竟现在Best的基本面越来越好了 很多时候的交易量和活跃度 甚至超越了OP和Arbitrum 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民币热度很强 没有人说的准Best到底会不会发币 反正我自己的操作是 有机会都会活跃一下自己的钱包 在Best上面的一些记录 避免踏空Best之后的空头 仅供参考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可以用TalkChair视频下方的推荐链接 我们会帮各位去和这些交易所 申请最大程度的交易费折扣 让用我们链接的社群朋友 都可以用最少的资金 拿到最大的空头回报 当然接入Oderly服务的还有好几家不同的交易所 这些是最近新加入的合作伙伴 但最早期合作最紧密的应该还是U5和LogS 所以我主要介绍这两个交易所给各位去使用 在日后Oderly会出一个SDK出来 项目方可以直接用现成的SDK 大家可以理解为模板 直接做一个基于Oderly的交易所 后续它的生态应该会越来越强大 最后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在视频前面提到就算你不是一个经常做合约交易的人 我个人也建议你根据今天的视频去做一些交互呢 原因很简单 虽然Oderly和LogS这两个项目的空头肯定是看交易量来发空头的 但是Oderly用到的技术触及到好几个 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项目有空头的机会 之前我们带着大家拿到各种TIAR PIFAR ALB等等的空头代币 都是在不经意间交互然后就拿到空头代币的 这期Oderly的视频我们会交互到Layer0 这个本身就是基于Layer0构建的产品关系非常的紧密 Layer0虽然一直还没有发币 真的很值得吐槽 但这个项目的生态和应用场景已经是越做越大了 基本面真的挺不错 在互操作性的赛道当中很少有能够匹敌的对手 所以用一下Oderly可以加强我们钱包在Layer0当中的权重 很重要 另外Oderly在构建公链的时候用到Conduit的服务 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超级的紧密 Conduit这个项目是我相当自看好的 一直在我的节目表中没有机会介绍 有机会的时候 下次专门出视频和各位讲解这个项目 学学老高挖坑 中上有时间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以根据刚刚介绍的项目去交互一轮 可能会在日后获得一些不错的回报 当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我也没啥内幕消息 可能大家浪费了10分钟走一轮 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参与和玩一玩 好啦 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TalkChain做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点赞分享出去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能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制作内容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些许的帮助 想聆听其他的主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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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